当地时间4月20号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到访埃奥瓦州小镇马斯卡廷 参访中美友谊屋 并拜访萨拉兰蒂等当地友好人士 在会见前 秦刚一行来到坐落于马斯卡廷邦尼街 2911号的中美友谊屋 他在留言簿上写下 让我们一起播撒更多中美友谊的种子 这里是1985年 时任河北省政定县委书记习近平 考察埃奥瓦州时所住宿的民居 后来成为全美第一个 以中美友谊为主题的纪念馆 秦刚当天与萨拉兰蒂 卢卡贝隆 乔尼阿克塞尔等友好人士会见 他说中美关系越是面临困难和挑战 我们越要保持信心 培育信任 我相信在两国人民共同努力下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碍我们彼此加深了解 深化友谊 加强合作 秦刚表示 国家关系归根结底是人民之间的关系 希望你们继续致力于推动两国教育 人文交流 疫情过后 欢迎各位老朋友再去中国走走看看 并推动身边人 特别是年轻一代去中国学习 工作 生活 通过自身感受 向美国民众讲好中美友好交往 合作共赢的故事 传承好这份珍贵的友情 发挥友好使者的积极作用 为推动对华合作 做出更多贡献 兰蒂和贝隆表示 大使到访马斯卡廷 并与大家会面 展示了对美中民间友好的重视 这令我们很受鼓舞 也向全美各界发出了积极信息 美中关系保持稳定 是美民众的真诚期待 会见临近结束时 兰蒂拿出用埃尔瓦州核桃木 轻轻打造的木盒子 里面装有其撰写的老朋友 习近平与埃尔瓦的故事回忆录和一份信函 请秦刚转交习近平主席 秦刚接过木盒说 我们要不断续写中美人民友谊的新篇章 让这本友谊之书越来越厚 秦刚在随后共见中美记者时说 这是我赴美就任以来 首次访问伊利诺伊 埃尔瓦 明尼苏达三州 旨在加强与美腹地联系 拓展合作 深耕友谊 增进互信 通过此行 我得以广泛接触中西部各界人士 拜访老朋友 结识新伙伴 推动恢复两国因疫情而中断的交往 我感受到美中西部民风淳朴 人民热情友善 支持中美合作的人大有人在 他强调 只要两国民众不断加强往来 就会增进彼此了解 信任和团结 不被谣言和虚假信息所蒙蔽 友谊是对抗政治病毒的最好疫苗 埃尔瓦州多年来对华合作 已经证明中美互利合作大有可为 中国和美互利合作大有可为 中国和美互利合作大有可为 我希望这些关系的关系 我希望这些关系的关系 是好解释放在美互利合作大有可为 蓝蒂也表示 我们需要共同创造机会 让年轻人能够往来于美中之间 让两国人民和睦相处 只有当人们聚在一起时 隔阂才能消除 我们期盼更多交流 今天 大事来到这里 也说明我们双方都渴望 面对面的交流机会 秦刚当天还与蓝蒂等 共同见证万象公司 向马斯卡廷中国友好合作委员会 签订捐赠仪式 相关项目将资助当地中学生 赴华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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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